接著到17年的第12題 現在我們就有一個人 Peter 他就會量度在一個湖裡的鱷魚數目 就是x 鱷魚數目 然後lambda k 就是兩個的一個 positive constant x 就是鱷魚數目 用dowson做單位 t 就是這個研究開始後的年數 part a1就叫我們把x-4乘x-1 就將它表達成為一個in terms of lambda k和t 去表達它 一起看一下 我們現在就只知道其實x是等於這個 4加3k除2 接著就2的lambda t次-k 所以其實什麼叫x-4呢 其實很簡單 x-4就是3k除2的lambda t -k 你會看到今天要x-4乘x-1 所以x-4乘x-1呢 x-4就是這塊 x-4加3k除2的lambda t次-k 所以你再減1的時候 另外什麼是x-1呢 x就是4加3k除2的lambda t次-k 所以你再減1的時候 就是3加3k除2的lambda t次-k 然後分子就會變成3乘2的lambda t次-3k 因為3配off這個東西 所以成了3 後面再加3k 你就會看到這兩個就弱了 所以今天我們題目的x-4乘x-1 乘x-1的答案就是分子 分子就會是2的lambda t次-k 你看一下我不是寫錯了一些東西 原來這個是減來的 我寫錯了 所以就是2的lambda t次-k的二次方 分子就會是9k再乘2的lambda t次 就是這樣 你就成功把x-4乘x-1 in terms of k,lambda和t 就是這樣